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自然借富于蜂蜜和营养元素还剩下多少呢 虽然难以想象和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就是蜂蜜这个消费领域的基本现状利益下的追逐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不是就意味没有好蜂蜜了 身在城市的我们还在纠结 如何买到好蜂蜜 而在秦岭深山中却还保留着这样一处养风 那里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那里的人情 老淳朴还在坚持古法取蜜美味 全靠辛勤的劳作就在这个地方 有个特别的养风人 他叫朱永东 也有人叫他养风哥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汉子朱永东 从小就在秦岭的山里长大 伴随他童年的是漫山遍野的花和香甜的密好环境出好密 三千多米海拔的深山里 有了近五千种纯野生 稀有植被还有荡参 三栖 前期藤野生中药材 秦岭自古以来就是天然药物 植被覆盖绿高花草多呀 更是名列世界三道蜜园 第之一因秦岭的材 花余多秦岭护风 蜜文者有淡淡药香 是要饮了首选命 堪称蜜中惊醒 音量蜜周七场 蜜园稀少被誉为蜜中之王 这么好的蜜由于没有销路 就能卖给上门收购 在部队当兵多年复人之后 他去了伊国企上班 然而在城里看到 身边的人在市场上买的蜂蜜 都是白糖蜜和熬制过的蜂蜜 甚至有的居然一点蜂蜜的成分 都没有更有一些不良商贩 由于利益的驱使使用各类 食品添加剂进行合成 让他十分心寒 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 而山里人本身也比较纯朴 从小接触都是至纯至善的东西 他毅然决定 回到祖辈们是带生活的大山 下定决心要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做些事情 也想让大家更加真实的了解蜂蜜的生活能品尝到 正宗的秦岭土蜂蜜 能享受到山里人的甜蜜 自始至终 祖永东都将成心为本作为自己 做人的首要原则 做蜂蜜 也是一样 所以卖了这么多年蜂蜜 他依然坚持本心遵循古法 养蜂把蜂香放山里 让土蜂自己驻巢 自己酿蜜秦岭的一个蜂群 一年才产十几二十斤 一年取蜜一两次这样的蜜色色 金黄浓度高拉丝不断结晶 后行如猪油甜而不蜜 收蜜时直接把蜂巢割下来 放在绿房 比过绿无任何天家 这样的蜜营养是普通蜂蜜的十多倍 养蜂割度永东坚定不移 将青春付诸深山与蜂群作伴 多年如一日的保证品质 让小编觉得很是难得 而且为了保证自己产品的质量 每一批都会抽样送去检测 所以小编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现在下单送几品品 平例搅古兰衣袋 搅古兰右衬南方人参 风哥每天在朋友圈更新 蜂蜜的小知识 如果你想喝到纯正的新领土蜂蜜 如果你想借 别自己买的蜂蜜真假 不妨加他的微信 为了保证大家能吃上 放心蜜蜂歌入永东支持 宴货支持货到付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